人生猕猴大啦啦在展示牆上来回走动 把阳明山小游坑服务站当成游乐场 从另一个角度看更清楚 猕猴不断环顾四周 看起来对服务站内的环境十分好奇 不过因为她的入侵 让小游坑服务站延后开馆 原定上午九点开放 直到中午十二点才开馆 这起事件发生在十四号上午七点五十七分 猕猴先出现在服务站外的停车场步道 引发游客围观拍照 而她也丝毫不怕声 七点五十九分身穿反光背心的工作人员 拿器具追捕 但猕猴伸手矫健怎么追都抓不到 一直到十点半动跑出人员才合力追捕成功 让耗时两个多小时的人猴追逐站划下据点 猕猴跑进去 也有一些比较攻击的行为啦 这起猕猴入侵小游坑事件 并未造成游客受伤 至于被抓捕的猕猴 台北市洞保处也将会野放处理 进去的张嘉玉黄荣报导 立刻下载进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